好嘞 说得下咱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大家伙都精神精神啊 来考大家一道题 说 花三百九十英镑 买了一只二手的保险箱 开箱之后却发现 里边藏了五百八十万的英镑 问 这位买家最后挣了多少钱 你等会儿啊 五百八十万减去三百九十 我掐指一算啊 那还赚了五百七十九万九千 不对 这怎么买保险 还有意外收获呢 这哪儿买的保险箱 能再给我留了啊 我高价买 这事呢 就发生在一名幸运的 英国男子的身上啊 咱说最近有一位名字叫做 丹多森的拍卖师 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就提到了 自己和妻子罗拉啊 从一九七四年开始 就一起经营一间拍卖公司 就在前一阵呢 多森参加了一个 慈善晚会的时候 有一位亚裔的老太太 来跟她说 说自己丈夫的一个同事啊 之前在多森那儿 拍到了一只二手保险柜 那这柜子啊 原本是怎么打都打不开 好不容易啊 想了各种法子找人来打开了 没想到啊 本来应该是空荡荡的 这个箱子里头 你猜怎么着 里头是堆满了钱 咱们仔细一数啊 大概是五百八十万英镑 和人民币是五千多万元呢 我估计开箱的时候 那人是不是得揉揉眼睛 这是真的吗 是在做梦啊 但是这保险箱是拍卖品啊 中间呢 应该是转过几手 一开始没法确认 这些钱的原主人到底是谁 根据英国的法律规定 如果说实在找不到 遗失物品的主人 那么这些财物 就会归发现者所有 这句话翻译过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只保险箱附带着意外惊喜 五百八十万英镑 天上掉下来一个柜子的现金 买下这只保险箱的男子啊 真的是天降横财 突然一瞬间就成为了有钱人 但是另外一边呢 排卖师多森心里也合计了 你说这么大一笔现金 这一般人是绝对不会忘记的才对嘛 那到底是谁 留在箱子里忘了拿出去呢 多森的妻子罗拉 想象力丰富啊 安慰她说 可能保险柜的主人进监狱了呢 或者是搬家的时候没带走呢 这不都有可能吗 有这种大惊喜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本来就是好事 咱就别纠结这些了 不过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啊 几经辗转 这保险柜的原主人 还真就找上门来了 他委托律师是联系上了 这名幸运的买家 好说好商量啊 希望用四十六万五千英镑 换回这笔现金 一边是柜子里头的五百八十万英镑 一边是四十六万五的英镑 男子呢选择了拒绝 不过之后呢 原主人又把这个价格提高到了九十万 九十三万英镑啊 这名幸运儿最终才说 我同意了 那么现在这笔巨额的现金呢 已经回到了原主人的怀抱啊 不得不服啊 幸运值满点啊 现在呢又物归原主了 也算是皆大欢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